看你气急败坏的样子 这一局算我赢了 于千凡 我之前被你抓到的把柄 现在已经不能算把柄了 我不怕你了 对于丽锦 咱们来一方长 晨晨说完 直接转身走人 于千凡捶着脸 想起刚才晨晨的话 他拿出了手机 给于淼打了个电话 是不是和丽锦出问题了 没有 就是想问问你 你们总约那边 负责陈家夫人的那个主治医生 现在是谁 怎么突然问起陈家夫人呢 那人不是疯了好多年了吗 你安排一下 让我和她见个面吧 我有事情和她说 于淼同意了之后 两人还定了时间 恰好挂断电话之后 丽锦从厕所走出来了 于千凡转身就走 愤然离去的背影 还透着委屈 丽锦赶紧追上 你不要生气啊 我也不知道你这个小青梅 是这个样子的 她指不定脑子里有点毛病呢 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不愿意你见她了 你还怀疑我 你这么厉害 怎么不去古代当皇帝呢 到时候你能要几个人喜欢你 就要几个人喜欢你啊 那不是我生错了时代吗 你别走啊 不是 你那个小青梅 她是不是疼 疼 不是 她不是你想的那种会喜欢女人的人 她 她只是个 单纯的疯子罢了 我真没勾引她 是她自己冲上来拉我的手 还摸我的脸的 还摸你脸了 余千凡气狠狠的 在她的脸上 盯了一眼 转身走人 这种时候 丽锦该怎么办呢 当然是厚颜无耻的 跟上去哄人呢 那是你的青梅啊 你不要冲我发脾气啊 丽锦屁颠屁颠的 跟在余千凡的身后 见余千凡上车 她迅速的 窜到了副驾驶上 还稳稳当当的 给自己系上了安全带 你的小青梅 她不是我的小青梅 你再乱说你就下车 丽锦赶紧闭上了嘴巴 行吧 人家让我闭嘴 那我就闭嘴吧 反正接下来 余千凡也是要去居足的